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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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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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目的旮Gs要抗论的只能不能障害 不如先在客栈等上几天 等天兵一到 我们随军而进 钱魁说 我赋任七县极严 哪能等到天兵到来 想了一会 说道 我们办做客商前行 相机行事 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天他们几个人换了打扮 边准备出发 钱魁发现家仆张三甚深发抖 知道是生病了 便修书一封 给他一些盘缠 让他病好之后 先自己回家 且说张三拜别家主 又在客栈住了一天 想从原路返回 没想到走了一天 身体又扛不住了 结果这一病就是一个多月 张三病中听说 前方贼兵遇到客栈 杀得杀 鲁得鲁 凶残异常 张三听说后 心里为主人担忧 过了几天 张三病好了 准备返城的时候 见到一个从南面来的客栈 说道 安抚时已经杀退贼兵 之前被杀的人 尸骸都进行了掩埋 其中 有一个妇人的支线 也被杀死在柳州 安抚使替他买官安葬 张三经问 你知道是哪个支线 叫什么名字吗 客上说 我前日从那十杯前经过 只见上面写的信物 其他的没有细看 张三听后 当场崩溃 后来又想 也许那人看得不仔细 也许别的支线也信不 但愿主人不要出事 张三本来想前去查看一番 可是身上没了盘缠 正在左右为难 这时 忽然有人喊张三 老兄 你在这里干什么 张三一看 那人也是个官家之谱 叫李信 平日里两人相识 他的主人是个武官 叫孙善存 在柳州任团练士 张三一问才知道 孙善存跟着安抚使平乱 现在让李信回老家 借家眷 李信问道 你家前爷遭此大难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张三经道 我因路上染病 当时没有随主人去 之前听说过这个传言 不知道真假 想去前面打听 可是又没有盘缠 现在听你这魔一说 看来是真的了 李信说 你家主人死的时候 身上带住官瓶 安抚使把他安葬的 立碑未继 等住你家前来扶救呢 张三听后大哭道 老爷呀 早知如此 当时等几天再走也行啊 可惜心中的见识 一天官也莫作 却弄出这个结果 李信劝他 别哭了 家中还等你回去报信呢 你若没有盘缠 跟我一块回去吧 于是两人一路同行返乡 且说钱奎家里 自他走后 潘氏就一直为男与娘 好在儿子前程从中劝解 前程知道广西一带兵险难行 天天在家里等父亲的消息 这天正在书房里 听说张三回来了 心中大喜 可是张三进门之后 却枯败于地 潘氏和钱承经问 张三将事情原委 枯诉一遍 然后把家书取出来呈上 说道 没想到这封书信 却成了老爷的一笔 潘氏此时心如刀割 哭倒在地 打开心一看 写道 我上任后 急来迎接你们母子 最后还叮嘱好好照顾玉娘 潘氏看后 更加心酸 潘氏与玉娘也哭得死去活来 潘氏对母亲说 儿子本应前去付救 可二娘即将生产 父亲主妇 我要好生照顾 等他分娩之后 我才能放心出门 潘氏说 都是这个妖无客夫 客死了家主 如今还要他做什么 赶紧让他改嫁吧 潘氏说 母亲 这是说哪里话 如今二娘有孕在身 岂有转嫁之礼 潘氏说 就是生下个男女 也不是什么吉利物 我绝不留的 潘氏劝母亲道 这也是父亲的骨血 何况人家还是一父子 怎么能不留 潘氏听后 气得够呛 玉娘知道此事后 心中痛苦 想寻短线 又想到 马上都要生了 等生完孩子 如果夫人还是相逼 我便把孩子托付给潘氏 自己寻死得了 没过几天 玉娘便生下一个儿子 长得眉清目秀 取名前顺 潘氏不喜欢他 说道 我不要枕你重 等他满月 随他娘转嫁吧 潘氏听见母亲这样说 月不敢离家 生怕自己走后 玉娘母子性命不保 可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潘氏却生起了豆子 找医生看过 说是让避风照顾 过了几天 豆子少了 咳手脚却冰凉 过了半天 潘氏竟挺之不动了 玉娘健壮 放声大哭 她怎么能不伤心 丈夫死了 儿子又没了 让谁也受不了啊 前程也跟着哭了一场 只见潘氏说道 死了正好 倒也干净 还对张三说 未满月的孩子 案例不用棺木 快拿快布包上 拿到一坛上埋了吧 玉娘心中不忍 取出绣裙一条 上面绣着白缝两只 玉娘把它撕开两半 半条留下 半条裹了孩子 前程不忍去送 便让张三送到一坛 那个一坛上 专门住住一个埋尸的 叫刘二 说道 今日星辰不利 埋不得 且放在我家屋后 明天埋吧 张三显说 星辰不利 不敢造次 只好把孩子放下 到第二天去看的时候 血早埋了 张三问 怎么不等 我们来看住埋呢 刘二说 埋人的时辰要紧 今日的历时 是银帽二十 等不到你 我便先埋了 张三听后 给了他二千银子 便回去赴命 且说 玉娘夫王子死 整天哭泣 潘石说道 你现在孩子也死了 没有什么牵挂了 赶紧嫁人吧 玉娘哭道 我受老爷之恩 今日正该当陪夫人一同守戒 夫人为何苦苦相逼 潘石说 你现在说得好听 恐怕日后守不得 弄出丑事来 反倒坏了我家的家风 玉娘见潘石如此侮辱自己 放声大哭 寻死密获 潘石再三劝解 对母亲说道 二娘有志守节 是替我家争气的好事 母亲正该留下的陪事 潘石说 我眼里容不得这种人 你若让他留下陪我 岂不是要活活气死我 潘石听后 想了一会儿 又去对玉娘说道 二娘 你既然不肯改嫁 母亲又不要你 以我遇见 不如去出家吧 玉娘说 既然夫人不容 切身情愿出家 只恐怕没有合适的倪案 潘石说 你若肯出家 待我给你寻个好居处 经过前程的一番张望 将玉娘送到城中的 一个女贞官 据说是九天玄女的香火 而且里面的道姑 都是朴素老城 玉娘去了 家里倒也放心 玉娘临走的时候 去向潘石败别 潘石连面都不肯谢 至此 潘石总算拔出了 自己的眼中钉 潘石安顿好玉娘之后 便收拾行李 此便母亲仍然让张三跟着 然后去柳州给父亲付救 到了柳州之后 找到父亲的坟地 只见荒种之中 有一个立住石碑的 上面写住父亲的名字 潘石看后 哭得天昏地暗 张三也哭个不停 正当他们哭的时候 过来了一个官员 问道 哭者何人 潘石没有应答 张三前去回话 发现那位官员后面跟着的 正是李信 这才知道官员便是孙善存 张三拜道 这是已故前爷的公子潘石 今日特来扶救 孙善存听后 赶紧下马 一道 既是同乡故官之子 快请来作义 前程起身相见 善存见他仪表不俗 虽说面带愁容 但是颇有福相 于是说道 公子远到前来扶救 可见人孝 只是扶救之事不容易 这磨远的路途 可要耗费不少银子 若是囊中无钱 恐怕难以行动 前程听后 又哭了起来 善存说道 此事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父亲是安抚时所葬 他现在没在此地 不如你先到我家里住几天 等我写尽想保于他 安抚时现后 肯定会有所赠 到时我再支持你一些 便可以回去了 前程赶紧跪谢 跟着孙善存回了家 正当孙善存要将此 施报告安服事的时候 忽然有人来报 说河北苍州 有妖人王泽等作乱 非常猖獗 善存赶紧对前程说 苍州是你我家乡 县北妖人所拒 看来归路断了 幸好我的家眷都已经接了过来 不知道你的家眷怎么样 现在扶旧的事情 先放一放吧 也先别告诉安服使了 前程打惊 哭道 家里只有母亲在躺 无人照料 指望我早日扶旧还乡 没想到 现在父亲尸骨为害 母亲又生死未卜 这可如何是好 善存安慰道 事已至此 听天由命吧 天想及人 令唐自然无事 妖人作乱 朝廷很快便回平定 你就先在这里安心读书 等平晚之后 再回去也不吃 前程无奈 只好住下 前程在善存家里住了多日 善存见他风姿出众 听说又未婚配 而且还是老乡 便想与他联姻 原来 孙善存有女无子 夫人正是近日在家里心得意子 刚刚一岁 许名圣儿 刚与女儿育奴 一同来到任所 育奴今年十四岁 财色俱佳 端庄优雅 善存一直把他当成宝贝 总想助为他找一个好女婿 现在见前程一表人才 只是不知道那才如何 便想考察一番 别看善存是个武夫 当年也是气文从武 便有意与前程过了几招 没想到前程才学很好 善存非常满意 而且还拿着诗给女儿看 女儿暂许有家 还以诗作评 孙善存将此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说道 你如果看住前程顺眼 而且女儿也赞他有才 这件事便可以了 两人说话的时候 正巧被遇奴从外面听见 回到房中 心想 爹妈想把我嫁给前程 她确实很有才华 但不知道长得怎么样 婚姻大事不可应付 待我捉空私自相看一眼 这才放心 这一天 恰好善存有急事出门 御奴悄悄去书房 看了前程一眼 虽说她穿了一身校服 但果然气度不凡 御奴心中又喜又惊 御奴喜的是前程才冒双全 惊的是前程的面庞 竟与御奴的右弟圣儿非常相像 所以心中惊矣 后来 善存专门去找前程 问道 足下才冒双全 为何至今没有婚聘 前程说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善存说 是啊 如果是平常的男女 此事不难 偏偏有才貌的 这事才最难 我家里有一女 自觉不俗 想求一家婿 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前程说 令爱名归书制 所以难配 但是将军法眼甚名 逼得驾欧 善存说 我就不再画圈了 其实我是相中你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前程连忙起身谢道 感谢将军厚爱 只是婚姻大事 必须告知父母 如今父亲惨死 母亲不在 现在怎么忍心谈婚论嫁呢 善存说 你都已经捐管 婚姻大事可以自己主张 日后令堂之道 也不会怪罪 前程说 我此次为福旧而来 商议婚姻之时 确实不妥 待我回乡之后 请命于母亲 然后即来乃品 不敢有妇 善存说 足下人孝至此 确实令人佩服 那这件事情 就这磨定了 说完 便回去将此事告诉了妻子和玉露 此后 孙家将前程当成女婿对待 前生十分感激 只是苍州妖乱未平 一直不能回家 转眼间 过了五年 前程已经十八岁 学识日进 只是忧虑母亲 经常哭泣 一天 孙善存找到她 说道 近日反贼农志高败死 部将都已经投降 安抚时让我过去商议军情 同时让我写一篇贫贼劫报 我想这篇劫报 非必寻常 还请你替我做一篇 前程与孙善存互相谦让了一番 最后还是由前程一气呵成 孙善存看后非常满意 原来安抚时沙百浓之高 俘虏了不少敌众 让孙善存前来审问 善存献了安抚时后 将写好的捷报呈上 安抚时看完 赞道 团恋雄才 比之前更胜十倍 孙善存说道 不敢欺瞒大人 此文并不是我写的 而是由一个书生带笔 安抚时连忙问 什么书生 这魔有才 善存便将前程的来因 以及孝心才华 细细地说了一遍 安抚时高兴道 才子又是孝子 实属不易 赶快把他召来相见 前程很快便到了 安抚时献他仪表堂堂 说道 我军中正缺少一个济世的参军 你就留在这里怎么样 前程辞道 小人父母死别生理 心中悲痛 此时无心是土 安抚时说 你现在福藏已满 正应当奋土功名 就不要再推辞了 于是让人给他换了衣服 前程不敢不从 安抚时设宴款待善存和前程 席间问起前程婚配之事 善存将女儿与前程之事告诉了他 安抚时赞道 才是才女 正当作配 老夫未美 今日即可联姻 参军不必推却 前程本想推子 一来感恩善存厚恩 二来谢安抚时美意 三世敬服御奴才华 只好当场答应下来 第二天 前程问起安抚时如何杀死的农质高 安抚时说 据军事报称 此贼自投山剑而死 尸体已经腐烂 无法辨识 因为他穿的金甲在山剑边 只能以此为证 前程说 据余生看来 此贼恐怕没有死 安抚时点头道 我心里也怀疑 但至今没有踪迹 况且贼众大步投降 即使让他逃脱 也是光杆司令 慢慢查访吧 前程说 大人所说不错 可是秦贼必先秦主 我听说死贼的老巢在大理 现在若是逃到哪里 之后肯定还要作乱 我觉得应该一股作气 指导其老巢才是 两人正在讨论的时候 忽然孙善存来报 我在审问犯人时 有一人自称上林之县钱魁 前程一听 经道 我不信有此事 安抚时说 前之县已死 有官平被证 如果他没死 那当时死的是谁呢 善存说 据他说 死的是家普李斯 当天他们假扮克商而行 因李斯年轻力壮 令他跨刀防护 官平也放在他身上 没想到遇到贼兵 只有李斯因为佩刀被杀死 其余人皆被抓走 直至今日才回来 同去的那个接官雅役 也是这魔说的 我与钱魁虽然同乡 但是从未谋面 不知真假 安抚时说 这不难 钱参军在此 让他去一任便知 善存说 钱魁说 有机密大事要告诉您 现在就在门外等候 安抚使召钱魁进来 钱城仔细一看 果然是父亲 此时也顾不得外人在场 奔下来抱住父亲大哭 钱魁一看是儿子 两人哭作一团 安抚使连忙劝住 钱魁所说 与善存所说一致 又说道 农至高江府鲁中的文人济高原 授予伟值 我不肯施身 改名一姓 甘当囚徒 安抚使赞他忠义 问道 你有何军机密室 钱魁说道 农贼战败 故意在山剑设下已死的假象 其实早已逃到大理 准备东山再起 我知道那边的底细 而且大人可以启用降降作为向导 速速追尖龙之高 这样才能不留后患 安抚使听了 对钱城说 果然与你所说一样 参军真是智士 尊父实是忠臣 随后安抚使派兵较贼 升秦龙至高 安抚使斩其首级 乘送京城 并将各将领暗宫擒上 没过几天 圣指道 安抚使加封疏密赴使 班师回京 钱魁观生三级 改任京府太守 前城自尽士帝 除守忠书舍人 善存任山西之使 所有人皆休假一年 然后到位供职 钱城向父亲想起说了 家里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钱魁听说幼子已死 育娘出家 不免喜忠有忧 钱魁随后 与善存伤意给钱城与育奴晚婚 以便各自赋任 钱城哭道 母亲生死未卜 做儿子的 怎摸人心先结婚 钱魁见儿子这摩孝顺 也不想勉强他 便带上张三 起身先回苍州 途中的时候 听说城中妖贼已被剿灭 钱城恨不得飞回老家 看看母亲的下落 且说潘氏自儿子走后 日夜盼望 莫承祥遇到妖贼作乱 潘氏只好弃了家业 与家仆一起出逃 路上恰好遇到兵丁冲过 潘氏等人被冲进一条小巷 带兵丁走后 有人说前面女贞官可以躲避 潘氏跟着众人往前走 到了关前 只见有个老道姑在那里关门 众人使劲往里面挤 道姑喊道 这里的人已经装不下了 说完便使劲把门关上 只有潘氏挤在最里面 死活不出去 道姑说 你如果非要留在这里 也要去问问关主 同意不同意 潘氏说 我自己去求关主 便跟住道姑进去 里面果然挤了很多人 到了法堂中间 只见一位年轻美貌的道姑 端坐在床上 潘氏上前仔细一看 那位道姑不是别人 正是钱魁的小妾玉娘 原来 玉娘来此出家后 众人见她聪明能干 便推举她为主 没想到 潘氏今天正好撞到她的手里 感到万分羞愧 如果玉娘是个默契良的 恐怕潘氏今天要吃苦头了 可是玉娘生性善良 平日只念夫主之恩 公子之德 并不计潘氏的仇怨 见到潘氏后 连忙下床相见 好言安慰 潘氏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三天后 避难的人接回家了 只因潘氏家里 默认看守 让冰丁站住 弄得自己无家可归 愁闷不已 玉娘安慰她道 你先安心住在这里吧 幸好城中的妖贼 信奉九天玄女 而这座泥庵 也正是九天玄女的香火 所以便没有受到骚扰和破坏 潘氏江丈夫的临位 也供奉在安中 朝夕跪拜 同时祈祷儿子 能够早日平安回来 却说潘魁父子三人 回到苍州后 看到了一副衰败的景象 不胜伤感 到了家中 连个人影都没见 便想向邻居打听 也都空无一人 潘氏见着光景 一位母亲凶多吉少 放声大哭 潘魁说 你说玉娘在女真关中出家 我们先去关里看看再说 潘程父子三人来到道观 最先见到潘魁的是潘氏 一位活现鬼 当场差点吓死 后来潘程说明此事原委 一家人相见 这才转杯为喜 护诉中场 潘魁收拾房屋 中买壁仆 拿钱筹谢道姑 把夫人接回家 同时想接玉娘一起回来 但玉娘不肯 潘氏说道 当初都是我不明事理 才让你顿入空门 五年来 多靠你照顾 我才活了下来 现在正该与你同享融化 你若不肯去 我又哪里有脸回去 潘魁说 夫人既然这么说了 你就不要推辞 潘程又再三邀请 玉娘这才还俗回家 自此 潘氏善待玉娘 再也不敢妒忌了 过了一段时间 潘魁给玉奴与潘程办了婚礼 洞房之夜 潘程见了玉奴 真得如仙女一样 二人你贪我月 相敬相爱 此夜恩情十分美满 且说玉娘回家之后 经常怀念自己死去的儿子 有时便拿出那半条白凤裙来看 这一天正好被玉奴碰见 问道 你这半条裙子从哪里来的 玉娘说 原来是我自己穿的 七年前撕下半条 包了我死去的儿子 玉奴听后撑起 说道 我也有半条 与你这条一模一样 带玉奴取过来一看 玉娘说 这正是我果儿子的裙子 怎么会在你这里 玉奴说 我也觉得奇怪呢 玉娘又说 可能是别人捡了拿去卖 恰好被你们买了 玉奴说 我家买的不止一条裙子 还有一个孩子 两人越说越细 感觉玉奴家里的弟弟事儿 就是玉娘死去的那个儿子 玉奴说 不瞒二娘 我那弟弟据说是一坛上的刘儿所生 因无力养育才卖给我们的 母亲见她长得清秀 自己又无儿子 便买了过来 今年正好七岁 这半条裙子 就是当时用来裹那孩子的 玉娘听后半信半疑 两人又商量了半天 最后还是决定打刘儿来问一问 原来钱顺生的豆子与别人不一样 别人常都不能通风 而他常的豆却偏要通风 因此把他送到一坛之后 风一吹 孩子便活了过来 刘儿夜里听见哭声 发现孩子莫死 本想把孩子送回钱家 可是一想 潘氏十分妒忌 孩子又是小妾所生 如果还回去 说不定要断送了孩子 不如瞒住钱家 给他另寻一个好人家抚养 顺便还能得几千银子 于是 刘儿便把孩子卖给了孙善存的妻子 刘儿被叫过来之后 不敢再隐瞒此事 便把当年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 钱魁听后大喜 赏了刘儿之后 便带了那半条裙子 与钱城一起去找孙善存 善存听说后 叹道 死而复生 离而又何 千古其事 于是将此事告诉妻子 叫圣儿出来相认 待圣儿出来之后 果然长得与钱城有些相似 父母兄弟相认 好不欢喜 孙善存设宴庆贺 席间 钱魁说道 你们抚养圣儿有恩 我先把他领回去 与母亲相认 然后再给你们送回来 让他为你们养老爸 善存孝道 不必了 物归原主 最近我也新生了儿子 哈哈 钱魁领住圣儿回家 把名字改回钱顺 玉娘见后 又悲又喜 潘氏见后 也非常喜欢 玉奴说 二娘 你看的兄弟二人 是不是长得很像 众人一看 果然如此 第二年 钱孙两家 各带住家眷夫人 钱魁做了三年官 贬告老还乡 回家安详晚年 钱程因为安抚时推荐 最后官至龙图阁学士 母亲妻子接受封告 钱顺长达之后 颇有哥哥之风 十八岁便考中晋士 后来联姻贵士 飞黄腾达 玉娘也受隆风 孙善存官至精略 因君公子孙氏 习指挥使 与钱家事戴因好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湖中旧人 同屋共住十余天 才发现对方竟是女儿身 孟秋云一笑 有两个酒窝 一个清国 一个清城 苍州城孟园外家 有女名幻孟秋云 十八岁时苍州显明 最善女工 虽终日白沙浮面 见其面目者寥寥 但全城人都在传说 终灵略过她的美 是苍州拔尖的女娇娥 有女如此 加上梦园外生意做得很大 每日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 追求者终不乏 不都把家世底蕴深厚者 无一例外 全都是当地议师之选 比如白家布庄 大公子白鱼 再比如 十几岁便已经文明在外的 李家二公子李观宇 如此阵仗 自然惹人非议 言谈之中多有疑惑 一个少女有如此魅力 怕是被人架起来吹的吧 孟家不做解释 可凡是真正献过孟秋云者 必定会对此言感觉滑稽 世间之美 岂是凡夫俗子能够揣夺 孟家娇女完全担得起别人赞美 面对络绎不绝灯门的媒婆 耳朵里听住媒婆们的苦苦相劝 奈何孟秋云不为所动 她很骄傲 事实上她也有骄傲的资本 姑娘善女工 已读书 向往爱情 更渴望的育良人 她一直鄙视那些 见到男人就拼命绽放的女人 她觉得 女人真正的骄傲矜持 是只能为一个男人盛开 这是原则 亦是牢笼 于是 孟秋云被禁锢在了自己的原则之中 成为了骄傲的囚徒 灯门的媒婆们走马灯般变换 然而多是鲨鱼而归 孟秋云21岁 尚未出嫁 别有用心者 开始传出闲话 言语之间多有不堪 孟园外夫 富腾女儿 却被闲话缴得心烦 苦苦相劝 任你貌比天仙 任你心比天高 既是姑娘 便要嫁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岂能任性胡卫 孟夫人将是温柔 对女儿不忍斥责 拉住女儿的手揉声相劝 秋云之心 娘权之小 然而岁月不等人 看秋云年岁渐长 娘心无比焦虑 你能明白娘的意思吗 另外 娘姐问你 你究竟要找何等样的人方才肯嫁 孟秋云长者磨大 从不曾为情所困 然而 要让她说出什么样的男人才肯嫁 她却又说不出 因为她从来不曾动过心 自然无法生出比较 娘之温柔 世间仅见 娘之美貌 世间仅有 在孟秋云心中 自己不仅娘之美貌一二 见娘愁容满面 她心中十分愧疚 轻声安慰娘亲道 娘 秋云只是不想太早离开娘和爹 哪里会一直不嫁呢 江氏苦笑 横了女儿一眼后叹气 娘知道你心比天高 只知道宽慰娘亲 那些男人只是不入你的眼罢了 娘且告诉你 世间之事 唯情之一字最为霸道 不管你心中想得如何 带到你动心那一刻 是不会管对方丑郡 更不会管对方家事如何 娘是过来人 你相信娘吗 如果相信 就听娘一声劝 不管你多么看不入眼 只要你沉下心去 就会发现对方之好 孟秋云轻轻摇头 将是失望而归 他则望着外面自己养的那只鹤 忐忑 娘和爹 皆心疼自己 娘如此柔声相劝 自己使他失望而归 后面必定便是 爹及风骤雨般的训斥 果然不出他所料 片刻后 梦园外阴沉助脸而来 张嘴欲训斥时 孟秋云却抢先说道 爹 正值江南好风景 云儿想去游玩一番 游玩归来 一切听从爹的安排 梦园外听罢大喜 他知道这是女儿做出了最大让步 所以答应下来 不过 女儿出此远门 梦园外自然不会放心 他想派鸡人跟随 孟秋云不答应 两相商议后 妇女二人各退一步 孟秋云不是一个人外出游玩 他须带着小婢女下河去 孟秋云欣然应允 数天后 孟秋云带着下河出发去江南游玩 那只白鹤是必定要带的 那是他从小养大 感情极深 为保险起见 两人皆坐男装打扮 但孟秋云并不知道 爹还是暗中派了人跟着他们 只不过是远远跟着 他和夏河都不知道罢了 江南好风光 且离开了家后 耳边少了爹娘的唠叨 孟秋云心情大好 整日留恋于美景之中 他甚至想住 假如以后能永远如此也不错 省得嫁人太过麻烦 这一日 他一身白衣站立于西湖畔的望湖楼 此楼高雅 临湖而见 急目远眺 让人心生万般好气 夏河则带着白鹤在楼下的树边坐住 树下的白鹤昂首向天 似乎同孟秋云一样 有助万般骄傲 就算是穿着男装 孟秋云也如同鹤里鸡群 他太过俊俏 让人望之震惊 楼上路过之人皆会打亮几眼 并暗中议论 不知道伙食从何而起 木制的望湖楼竟燃起熊熊大火 人们四散奔逃 楼上的孟秋云惊慌之中被人挤下楼 跌进了湖水之中 虽然住南庄 然而他却不会游泳 加上惊慌之下 有不少人从楼上跃进湖里 人们手忙脚乱滑水 谁又能顾得上几次浮沉的孟秋云 他万万没想到竟会遭此厄运 人在湖中沉浮几次 已经喝了鸡口水 一时也开始模糊 我命休矣 孟秋云心中哀叹之时 以至沉稳有力之手抓住了他 他转头看 上莫看清是何人 便被此人绕到后面环腰抱住 他羞浅难当 却又无法挣脱 任由助此人将他带到了湖水对面 到了岸边 此人将他置于岸边 又纵身出湖 救出五名落水者 直到金疲力尽 孟秋云此时 已经从惊慌之中回过身来 望着躺在地上喘住气的他 这人眉如大剑 睁眼间 两只同人如身不见底的湖水 竟让他莫来由地生出慌乱 这种慌乱使他忘却了湖水对面的河和下河 只是面红耳赤的发呆 望着湖中人尽数得救 大火也被扑灭 这人解开一个包袱 拿出琴来放声高歌 歌声浑圆嘹亮 西湖之盘 他就这么突兀出现了 这使他年轻 最为意气风发时 邪寝而行 与孟秋云在西湖之中偶遇 此时夕阳显山 他抚琴高歌 竟有万般的潇洒 尽管只是青山不一 然而却洁尽如新 孟秋云的两手开始微微颤抖 此人唱完遍 转头望着两手仍在微微颤抖的孟秋云 胸台请啊 在下礼制前 大名府人 须躯湖水 胸台 何必如此恐惧 哈哈哈哈 孟秋云的矜持和骄傲在这一刻尽数崩溃 无数男人皆难入眼 唯有此人 竟让本一位心如磐石的孟秋云不能自持 他认为 娘说的话实在太对 情之一事 如此霸道 他慌万的心 如同路状 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小 下河带住 贺从远处奔来 由于害怕 他的脸色苍白 不过小后面的姐却被孟秋云给瞪了回去 不知所措 在原地站住 不明白小姐是什么意思 孟秋云起身 仙竹贺走向李志前 李志前抬头看他 清亮的眼神里满是不解 胸台 救人乃举手之劳 你可以走了 孟秋云奄然一笑 在下苍州孟秋云 江南好风景 愿和李兄同友 你看如何 李志前看住他的笑发呆 惹得下河不喜 如此看住小姐 真是岂有此理 李志前挠头自语 世间竟有孟兄如此漂亮之人 真是让志前开了眼 同友有何不可 孟秋云扑吃乐了 就是在李志前身边坐下 贺欢快在两人身边跑来跑去 哪里有什么骄傲矜持 下河一双眼睛瞪得好大 嘴里喃喃自语 笑 公子 终究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西湖边多了三个共同游历之人 白天游玩 晚上住店 孟秋云坐在窗前 时而发呆不语 时而展颜发笑 下河拍打窗户 嘴里物资交贺 岂有此理 你这只母猫在此叫春 真是烦杀人也 小心被公猫占了便宜 孟秋云的沉思被打断 他惊讶望向窗外 面带疑惑看向下河 你个妮子叫喊个什么劲 哪里有什么母猫叫春 你呀 岂有此理 下河 你究竟是在训猫 还是有所指 孟秋云在家中时 没有小姐架子 特别是对下河 两人自小一起长大 名为主仆 情同姐妹 下河岂能看不出孟秋云所想 故会如此骂猫 孟秋云冰雪聪明 眨眼间便反应过来 但他不会因此而恼恨下河 便在此时 门突然被推开 李志钱带酒而来 放在桌上后 对孟秋云招手 孟兄 今晚咱们不醉不休 之前还要和孟兄同喜而握 彻夜交谈 你 下河期的鼻涕泡差点冒出来 小姐何等尊贵 岂能容忍别人如此梦浪 孟秋云苦笑 李志钱竟无法看出她的女儿身 她待酒而来 口中所说 也是性情所致 既把自己当成了男人 又有何唐突而言 看下河两眼圆征 李志钱一脸惊讶 你这小姑娘 虽然你是孟兄侍女 然你为女 我们为男 你一个姑娘 跟我们同出一事 实在不妥 实在不妥 说吧 她竟推下河出门 下河即的直舵脚时 孟秋云却轻轻点头 让她且去李志钱的房间 无奈地下河去了隔壁 却支住耳朵听动静 李志钱将酒倒出 和孟秋云痛饮 孟秋云得知 李志钱家境贫寒 不日便在进京赶考 孟兄 孟兄啊 小弟幼年而孤 幸得母亲日日仿制到五更 方才把志钱养大 他想看住志钱登科 然而苦命 前年一场大病而去 三年孝满 志钱思念他老人家 孟兄啊 李志钱拉住孟秋云的手 嚎啕大哭 他想抽手又不忍 只能补助安慰 孟兄啊 你的手柔弱无骨 倒像是我娘的手 可惜你是个男人 李志钱饮酒太多 醉倒在桌胖 孟秋云思量再三 将他挪到床边 自己也合一而卧 如此接连七日 两人同屋而眠 白天则一同出游 西湖风月亭中 李志钱抚琴高歌 孟秋云含笑作陪 二人游便江南 孟秋云每日都在忐忑 因为他知道分别终会到来 到那个时候自己该怎么办 不如就如实相告吧 三人围坐桌边 孟秋云让夏河代河去游玩 自己有话要跟李志钱说 李志钱好奇地看住他 不明白他为何要支走夏河 登科真的那么重要吗 孟秋云问 李志钱眼神慢慢变得坚毅 最终点头年少之时 我答应过母亲 这也是母亲的愿望 不登科终不干 孟秋云轻声叹息摇头 登科如何 又能怎样 还不是过完一生 有现在潇洒吗 李志钱失笑 孟兄所言也有道理 死孟兄这样的却是潇洒非凡 那为何海一定要去考 李志钱沉默离阵后说 人各有志 孟兄究竟是怎么了 你且回头 李志钱不解转过头去 等孟秋云让他再转回来时 他呆呆看住 将头发散开的孟秋云 又想到他柔弱无骨的手 再想想 平时自己总是嫌弃他身上有股似有似无的胭脂气味 看住他猛睁大的双眼 孟秋云缓缓点头 没错 我是女儿身 李志钱经的战起 人家是女儿身 可笑自己竟然十来天没有发觉 而且玄田不知耻 跟人家同闯汗水 这可如何是好 孟兄 孟小姐 之前并不知小小姐是女儿身 故会放浪唐突 之前 你可曾婚配 孟秋云不带他说完 便打断了他 见他呆呆摇头便又说道 你未娶我未嫁 且你并不知道我是女儿身 谈何唐突 你愿意随我去苍州吗 李志钱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血酒酒不回答 孟秋云知道他志在登科 所以轻声问道 多久 他两手微微颤抖 沙哑住嗓子说道 三年一渠循环往复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中 孟秋云奄然一笑 贺送你 我等 但你需要跟我去一趟苍州 李志钱点头同意 孟秋云的意思他明白 是要他去苍州献孟家父母 只是他心中充满忐忑 自己一介贫寒书生 孟秋云家境那么好 人家能同意吗 三人一路同行到了苍州 孟园外家里已经翻天 因为望湖楼失火 那帮被孟园外派去跟着孟秋云的人在远处 等到他们赶到 已经失去了孟秋云的踪影 他们苦苦寻找无果 只好返回苍州 孟园外的闻消息暴跳如雷 将是当场晕死 醒来后便重病缠身 女儿外出游玩 却无端消失 加上是因为失火而消失 众人都觉得孟秋云凶多极少 绝望之际 孟秋云竟平安归来 梦园外高兴的忘了醒 僵尸之病马上痊愈 拉住女儿的手部松开 彭腹一松开 女儿便会再次消失一样 然而跟着女儿的这个书生又是谁 面对低娘疑惑的目光 孟秋云说出了心中所想 李之前在湖中救了她 她要以身相许 孟园外和僵尸都惊呆了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女儿是何等样的心气 多少十家公子 多少富贵少年 他都不畏所动 眼前这个李之前 衣着普通 样貌普通 女儿岂能嫁给此人 孟园外极力反对 僵尸苦苦相劝 奈何孟秋云不为所动 任由爹口水说干 任由娘眼泪流干 她初心不改 非李之前不嫁 孟园外恼羞成怒 甚至放出话去 如果孟秋云要嫁李之前 那便要搬出孟家 并且从此不能再回来 孟园外的意思很清楚 如果孟秋云执意要嫁 便要跟她断绝妇女关系 孟秋云间谍的态度如此坚决 她面无表情 转身就走 此日她送走了李之前 让她进京赶考 望着李之前带贺走远 她责转身回了家 孟园外和僵尸 一位女儿妥协了 她送贺给李之前 只是为了留下最好的念想 无所谓 只要她不嫁给李之前 送贺无所谓 送钱也不打紧 夫妻二人连夜商议 为防止夜长梦多 她们明日便开始为女儿则续 望着丈夫 江氏叹了口气 秋云对李之前动情 此情难了 她虽然将人送走 可她就算是嫁了人 此生也不会快乐 孟园外 因沉着脸摇头 已无所有 还想去秋云 什么一定要登课啊 考者千千万 又有几人登科 秋云这是向火坑里跳 如此关键时刻 我们不拉她 谁拉她 江氏重重叹气 她心疼女儿 也理解丈夫 但是 她们夫妻二人 以为孟秋云已经妥协 事实上 她们严重低估了女儿的决心 此日 起床后的江氏 在家里没有找到孟秋云 中午时 梦园外拍的人 也没有找到孟秋云 夫妻二人 开始慌乱 发动人满苍州寻找 但孟秋云 如同消失了一般 再没有出现 梦园外和江氏 回恨一场 她们明白了 女儿送李志钱走时 就以惊吓定了决心 她绝不是后面追住李志钱去的京城 因为李志钱要应试 她不会让李志钱分心 那么 她便是藏了起来 并且抱住再不回家的心思藏了起来 此时 梦园外和江氏后回得无以复加 她们觉得应该同意女儿所说 那样就不会发生如此惨剧 可是 现在已经晚了 夫妻二人每日以泪洗面 此事在苍州传开 由于两人是在江南西湖街市 自然也传到了那边 世人皆感叹 苍州娇女孟秋云 竟为了一个书生李志钱放弃了所有 这让世人唏嘘不止 羡慕不已 九四茶楼 人们都在说出这段因为起火而引出的爱情 对李志钱和孟秋云好奇不已 然而 李志钱一入京便默了阴信 孟秋云也已经消失不知所踪 六年之后 西湖边望湖楼 望湖楼中有人在讲书 楼外有间小亭子 楼中文士姚善讲个不休 庭中有一名普通妇人 在露天煮茶倾听 文士正在摇头叹息 可怜那苍州第一美女孟秋云 竟为了一个穷酸书生李志钱是放弃了所有 你们说此事是齐不齐 想那李志钱 从这湖中救出孟秋云后 两人同他而眠十几天 他竟看不出孟秋云是女儿身 依我看未必 他只是灵机一动 假装没看出 以此来达到占便宜的目的罢了 否则 他为何会六年无音信 为何会六年不去苍州孟家寻找一下呢 众人听得若有所思 文士之言思有道理 然而世间也有至纯之人 认不出女扮男装也是有的 只是这李志钱一去六年 忠于不忠 总要有阴心啊 这六年无踪 怕真如这文士所说 是个实乱中气之人 可怜的孟秋云 为了一个李志钱 放弃了自己的所有 更是从家中出走 从此不再回家 她以前可是孟家的大小姐 这些年去了哪里 受了什么样的苦 从苍州屋到江南 每天都有人在讲这件事 世人都想知道 孟秋云如今在何处 也许她早就死了吧 可惜了如此美女 可恨那李志钱 大家听得唏嘘不已 楼外亭中 煮茶的妇人喊笑耳听 脸上似有追忆 小娘子 我又来饮茶了 伴随着一声阴阳怪气的喊叫 妇人脸上的表情变得冷峻 不用转头 她便知道是谁 转头看 入眼一个嬉皮笑脸的壮汉 此人长得极壮 且丑 便穿住文师傅 手中拿把折扇 摇动间 自认为潇洒不羁 实则庸俗不堪 永让人讨厌 见妇人面露厌恶 此人脸上笑意不见 怎么 我的生意做不得 妇人不搭话 只是耐心添了茶 汉子趁机想去拉她的手 却被她躲过 小娘子两手纤细 在此出卖茶几年 虽整日脸上沾满灰尘 使人无法窥见本来面目 可是却逃不过本公子的眼睛 小娘子沾满灰下的容貌 应该倾国倾城吧 妇人并不言语 汉子终于失去耐心 呃狠狠说道 休要敬酒不吃食罚酒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吗 惹急了我 你能躲得过 妇人文言 勃然大怒 继而一想 几年时间 似这般的登徒子 也见过数人 自己在此等人 也只能忍气吞声 便在此时 她隐约听到一阵歌声 这歌声怎么如此熟悉 这声音为何如此让人心悸 她不敢回头 主插的双手 却突然开始颤抖 一如当年在西湖湖畔 颤抖继而蔓延到全身 久久不能停歇 歌声在亭外停住 望湖楼内的人都探头向外看 就连查亭外 也为了不少人 好奇看住唱歌之人 也好奇看住这个满脸沾住烟灰的妇人 她缓缓转头 看向亭外 一个身着状元服之人 眼中含泪望她而笑 楼中有人探头 亭外有从窥探 她边上还跟着一只骄傲的鹤 虽然脸上沾满了灰 已经很难看出原本的面貌 可是鹤在短暂发愣后便欢快地跑向妇人 围住她跑来跑去 每跑一圈便低头 轻易摩擦她的手 似有无穷的欢乐 那名拿住扇子 望吐套便宜的汉子 莫敢再衍生 而是悄悄离去 妇人看到了她离开 但没有纠缠 一个无耻之人罢了 何必去纠结呢 她两手在围裙上紧张擦拭 又看住身着状元服的她摇头 你已登科 天下显明 我只是个普通的茶夫 以前的事便罢了 她似乎没有听到 过去拉住她的手轻声说 六年 我来了 六年之间 至钱无一刻不再思念秋云 请问秋云你愿以余生让至钱帮你签和吗 妇人无奈看住她 她的眼神 一如六年前那么清亮 她好看的眼睛里突然有了泪水 来便来了 带着魔多人 要羞死我吗 李志钱咧嘴而笑 拉住她的手 走向装住清水的木桶 轻轻捧起水帮她清洗 露出了她那绝世的容颜 看呆了众人 看经了整个西湖 身着状元服的李志钱 向众人高喊 她叫孟秋云 苍州人 六年前在此处落水 被我所救 这是我的幸运 然而志钱愚钝 竟没看出她是女儿身 带到明白 已经深陷其中 以前 我在她身边是普通的李志钱 现在虽然得忠 但仍是她身边那个普通的李志钱 今生今世 愿为她千鹤半戈 永不言悔 众人震惊 富有羡慕 她将她扶上马而行 缓缓离开西湖 孟秋云在马上泪流满面 李志钱则在前面牵马高歌 马蹄阵阵 清风徐徐 旁边跟着一只欢快的鹤 孟秋云一笑便有两个酒窝 一个清国一个清城 主委 孟秋云是个意志坚定之人 李志钱同样也是 二人在无意中结识 圆其一场大火 如果没有这场大火 孟秋云便不会落水 也就没有李志钱的相救 后面的一切都不会有 然而缘分就是这麽奇妙 火起 落水的孟秋云被李志钱所救 心高气傲的孟秋云 紧一眼便对李志钱动了心 世间之事唯有秦最奇妙 而这一招的剑便是永远 孟秋云承受了无尽的压力 可是她初心不改 竟因此离家并没有去祈求 而是从一个千金大小姐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卖茶妇人 那么漂亮的一个人 那么爱美的一个人 竟从此在脸上抹灰 潜心等待 这样的落差 一般人难以承受 可是她瘦了下来 因为她坚信李志钱定会登科 而登科后的她 也一定会来寻找自己 事实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李志钱用了六年时间方才得中 并且如于寻找到了孟秋云 从此成就因缘 世间美好之事莫过于此 然而孟秋云之冲动 却也有不可取之处 万亿所托非人 便会让她成为世间忧远哀怜中的一人 另外 父母养育多年 为情固然可贵 但也要想想父母失去爱女时 又会多么伤心难过 欲试三思而后行 切莫只凭一时冲动 虽然故事中的孟秋云等到李志钱后 定会回转家中 而相信家里的父母 也不会再反对她嫁给李志钱 可是 当现实中发生这种事实 仍需细细思量 您觉得呢?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